Hello 大家好 今集就和大家讲一下伦敦 给大家了解多一点 因为伦敦就真的非常之大 只是伦敦已经大过了香港很多 那怎样令大家去明白多一点 究竟伦敦是怎样去分析一些的呢 希望透过今次的分享给大家了解多一点 在过去应该说这十几年 我经常都听到很多人说 我去伦敦住宋几 第几区 其实住得久英国的 都很少这样去分 伦敦住在第几区第几区 可能他们就将 法国巴黎的地图 即是叫搬自过来 去这样形容 在法国Paris 你就可以用第几区去形容 因为整个法国巴黎的地图 他们就分第五区你知道哪里 第十几区在哪里 因为他们是一个区 就是一小区 一小区 一小区 而伦敦那个第几区松几 就是转转 已经是包括东南西北 整个伦敦那么大 你只是说这个东南西北 一个区份 你已经都 不知道你究竟住在哪里 例如 我住在South East 我要探个朋友 他说住在伦敦的 宋科 究竟整个宋科我怎样去呢 如果我要开车的话 如果是接近宋科 近我住South East 这边 那我当然是开车去 因为近了 如果是住在宋科 很远的要穿个伦敦或者要兜个大圈 兜上或者兜下 才去到 那个traveling的时间 就非常之长 那我可能就会选择是坐车去 因为伦敦开车 就非常之头衡 我就会给这个地图大家了解一下 我们怎样去形容整个伦敦 主要伦敦central来说 我们是会包括这个 South 1 South 2 或者拉着小小边的South 3 那你一这样讲这里 那我们就知道你大概是哪个位置 South 1South 2你可以直接形容 因为它比较集中 在中间那里 但当你说住到South 3South 4之后 就希望大家就可以加多两句 说话上去 我们就以往形容就是这样的 我们住在South London的South 3 或者住在East London的South 3 那我就已经估到你们大概是 你住在哪一个位置 East London South 3以上 亦都可以将它分小 East London South East London 这样去分 为什么我要这样去讲小一点 因为我发觉现在近期有一些 的楼盘广广告 他们主要都是用South去形容 可能慢慢当你习惯了用South去形容 你住在哪里的话 那你对那区来说 你可能都未必完全了解到 给这个地图大家看一下 因为整个伦敦来说 它有一些的好区 有些的差区 有些就说 发展中 其实通常发展中的区 比较多 新楼盘 就之前来说 那边的居住环境 都是较为差一点 所以就将它一些旧的东西 就拆了 起过去 又或者 那边来说 真是没有什么 保育的成分 它都可能会和它 redevelop 整个区份 正如我们在 East London 那边 Hackney Strafford 那一带 就真的是 叉烂的区 比较多 所以那边 真的有很多新的发展 自从2008年 奥运那时候 已经就发展得 都很厉害 亦都有些环境来说 有些都可以的 有些都略为 还是要 注意多一点 还有为什么我要将 伦敦要分开 这样 东南西北 去形容它 因为当你将它分了 你住在 East London 哪一边 我们知道 由East London 那一部分 就已经包括了 包括了有 哪几个地方 例如 Towerham Hackney Strafford 一直伸延到 那个位置 就可以去到 Essex 另外一个棍 如果我们住在 South East London 下面 这一部分 例如 包括 Lewisham Granich 这一边 由这个位置 我们就可以 可以到 Kent 这个肯特区 那里 另外一边 我们叫South West 或者South London 那边 那一部分 可以伸延到 Soury 那一部分 的coverage 都多一点 大一点 例如 New Molden 或者 Witchman 那边 属于 West South West London 那一部分 下面 至于 另外 West London South West 那一部分 就是Eling Bannett 可以去到 Hevel Airport 由那边 亦都可以去到 三个棍 一个包括 South Barkshire 和 Darkhamshire 整体来说 整个 倫敦 跌跌跌跌 差不多 在 West 这一边 好的区 就略为 多一点 至于 再向 North West 和 向 North London 而向上 它就会 黏着 Havishjah 就是现在 很多时候 一些都挺热门的地方 例如 Colingdale 这一些 向上 由那边伸延到 上去 Wartford 这些 都是由 这个位置 上 或者向 北 如果有朋友 搬来英国 倫敦住 又或者打算 来英国住 将来来英国 玩的朋友 人家问你 住在哪一个区 Zone 你们都可以加多两句说话 我住在 South East London Zone 都方便很多 最后都分享 倫敦underground 地图 给大家了解一下 如果你们是有用一个 我们叫做 One day travel card 如果 Cover 去到 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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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真的可以 由东 就搭到 西 都是在 卡的价钱 里面 这个地图来说 除了是有underground 之外 亦都有 Overground 和lightwell 亦都是 接驳到 有一些的 站来说 都很容易 了解 如何坐车 进到 Central 倫敦 好了 今集 就分享到 这里 多谢 大家的收看 拜拜 可 请不吝点赞 字幕 转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